有一个台湾号称很蓝的 很蓝的 要还伪汉了 一个中国两个台湾 该说的话想说的话 这两天说的差不多了 前两天po文持续增加中 已经超过一万四千则 要骂我要K我我都理解 我也都接受 心中有气花出来就好了 国家团结还是需要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同一条心 讨厌民进党讨厌蔡总统都讨厌没关系 我没叫你投票给民进党 或喜欢蔡英文 为了国家好 为了挺国军 眼前你认得敌人在对岸 不知道台湾 有很多网友留言 我才不会为台独而战呢 我理解 但我想问 如果是为中华民国而战呢 你愿意吗 五大郎这个时候又来了 你不为潘金莲而战 你为我五大郎而死 中华民国不归王八旭果然是这样转的 主张台独大陆要打 佩洛西来讨 大陆要打 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 大陆还是要打 李登辉在1996年的时候 是台独教父吗 你说的没错 李登辉在1996年的时候 是台独教父吗 可后来他为什么是的呢 我问你 你还想骗谁 那为什么后来还是呢 可见96年的时候没有把他打死 那是错的嘛 对不对 是民进党嘛 都不是 所以他是在骗人 那年他是中国国民党 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讲中华民国在台湾 所以对岸就要打 这不叫霸道 什么是霸道 这不是粗鲁 什么是粗鲁 在台湾2300万人很清楚认识到 当你坚持中华民国不愿意当意去一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终究要打 什么 对外一直说 对对对你来 我不讲了哈 需要团结 然后放眼望去 一半蓝天 一半绿地 蓝绿 相容美景之所以感人 是因为蓝绿相互为应 一边武大郎一边潘金莲 之所以是肩负以负 就是因为他们相互对立 但也相容美景之所以感人 是因为蓝绿武大郎潘金莲 相互为应 之所以才能够 呵呵呵 你起来拱下蕭伟啦 阿汉啦 哎呦喂 中华民国派果然又出来想要继续骗人了 呵呵呵 唉 唉 为你中华民国而战 从我祖父那一辈就干过了 唉 你们这中华民国也从来不会 缅怀朱仙烈 我已经提过很多了 在长沙 在衡阳 在台俄 在徐邦 还有其他人跟在更多地方都已经死了 呃 来这边武的你不容 那就来文的 考高考证书两章 我讲过他也是玩乌龟王八戏 一直在反淘汰嘛 啊 当时蒋介石在大陆搜刮那些人 我前一集讲的 把那些好人带走 他他真的能锁定 从地位高的到地位低的 你只要是孝子贤孙 还有 还有那个国事无双这种人啊 他绝对能锁定的到 哪怕他不认识你 他都可以 我讲过他是暗黑系周公啊 他做得到 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不留一个好人给毛泽东 他之后他才有机会 他这么认为的 他不留一个好人给毛泽东 所以才有我前一集讲的 毛泽东要搞最后温柔 把同志给他弄死 因为他把那个好的人全部给他掳走 他就有办法啊 这个这个这个乌龟就有办法做到啊 你真的是国事级的 他都有办法锁定的住 然后留下来都是乱世 我不是个才干是一样的啊 你看上去完全没有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差异啊 甚至那些乱世也是能文能武啊 啊能做可是我讲过他会抛根基的嘛 你可以回去 呃我我之前讲过泥匡那个 他的他的遭遇吧 他他的遭遇 当时泥匡跟我祖父 其实都是那地位比较低的人 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遭遇 和他们的取向 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大时代的背景是 深层的结构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一些小人物的一些传记 就这个原因啊 你大人物的有时候你是原理物理 你看不懂 你看不看不清楚全局的啊 你要看一些小人物的言行啊 有时候在整个大时代背景 看小 所以你看当时共产党会跟着共产党走的 那个是都是一些乱世啊 能力有些很强 但是 都是很多是内心是乱成贼子 他会抛你的根的 所以我我我前集我提过毛泽东搞最后问走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知道完蛋 好人全部被国民党裹挟走了 他就能做到 分上中下三种人 上上层的人讲就是直接认识的 我讲过戴基陶嘛 他是绝对跑不掉的 那种一定把你国事给你迫害到 你跟着他走也绝对不会有好不知 能够忍受蒋中正这种人的 大概就就三三种人三大类了 我简单说了 一个是国事国事级的人物 另外一个是孝子贤孙 能够受他的乌龟气的 这些都是什么 四大体嘛 然后看到你你抓的是中国人的主义 他抓的 对岸抓的是外国人的主义 然后但是核心是相反的 他们看不不清楚啊 不记不是 这极少数的人可能知道 但是极少数的人也会被蒋介石看掉 然后剩下第三大类的人 就是你国民党后来慢慢转上来的 就是一些奴才 能够受他的这种乌龟气的人 大概就是三种人 国事 那是被锁定 而且然后孝子贤孙 那是看到你的表皮 类似我祖父这种 看到你的表皮漂亮 你才是中国人 然后为他而战 为他而出生入死的多了 那再剩下的就是一些奴才 狗奴才 那狗奴才 那狗奴才就分支出一些汉奸啊 萧小啊 类似这些啊 那是 这种拜太君的 这就是后来国民党慢慢转上来的 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 这些萧小啊 呃 所以当 所以我前一集才会讲说 会出现毛泽东的温柔吗 他到最后发现 他果然 这些人能力都很强 但是都是 所以他我认为毛泽东当时的 历史的原本就是 雁平仲二逃杀三世的那个原本 他的想法啊 他周边这些人很多对 他的同志很多是对国家有大功的啊 但是这些人不 如果等到他们真的串在一起 要做恶的时候 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所以他会 会 从庐山会议之后 确定要把党内同志一个个给他弄弄掉啊 这些有很多是位高权重的啊 这对国家有大大的战功啊 还不是普通的功劳啊 文的武的都有 所以他会一个个把他弄掉 但这些人他认识啊 他想用的其实是被国民 国民党裹挟掉了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跑到台湾之后 又一个个被糟蹋 一个被糟蹋 我就不重复了 以前我都提过很多了 提过很多了 然后被他一路骗 而且到了前些年啊 我举过我祖父的案例我就不提了啊 前些年 我亲眼看到的就是那个连战啊 连战是本省人 但是他是 因为家里也是一种国事级的 一个是写史书 另外就是连恒啊 写台湾同史的 然后他连战本身在台湾也做了 他是孝子贤孙啊 他做了那个全民建保 后来被民进党啊 在那边 拿来糟蹋 拿来销 拿来掏空 所以你那个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利用人的嘛 所以把那个孝子贤孙 你看连战他也当不了总统 李登辉这种人 喜欢奴才 因为他本身是奴才 他接受这个孝子贤孙 可是到最后还搞了一个那个 那个宋楚瑜这个无奸道啊 连战就是被宋楚瑜玩无奸道捅下去的 玩捅下去的 所以 所以那个当时 所以最后一个正人君子连战啊 那时候李登辉认为他比较没有什么威胁 孝子贤孙 你看你看 李登辉还知道说这个孝子贤孙他要用那个 那个 宋楚瑜是个奴才 可是他把国民党搞分裂嘛 他想用的是陈水扁那种啊 另外一个奴才 那可是问题到最后你们知道了啦 也暂时被宋楚瑜捅下去 从背后被刺啊 2004年被刺下去了 这个国民党也神神了 我到前几年那个已经到马英九滚下来了哈 国民党内部还在玩迫害忠良的把戏啊 前几年也我讲过讲那个小人物的传记啊 就是那个李鑫啊 跳楼自杀 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跳楼自杀 还在迫害忠良啊 剩下最后一个 他是一个议员 可是被 被一群女人 小小 国民党的 女立委啊 想要坑他的钱 勾结一些人家坑他的钱 坑他的那情妇的钱 他的那个 故事有点像洋乃无奇小白菜了 那个那个 到最后 他 经不起党内外的围剿 因为他想要当股 想要竞选主席了 竞选主席 做最后 然后 在里面只要是稍微有点正人君子的 都会被这样迫害 被这种奴才嘛 第三类的奴才 你是孝子贤孙啊 国势是刚来台湾过不久就 就已经通通光光了 被糟蹋光光了 剩下孝子贤孙还要给他迫害到最后一个 这个时候你再喊 啊 大家再来为中华民国而战 我 我是 鬼中华民国去见大清皇帝好了 我还你中华民国我大清皇上 我比你大 笑死了 起来拱瞎小尾啊 真的是 我等到这件事 这个两岸的问题解决 我会 我在考虑写中华民国史 那个中华民国史 我在告诉你那个四象证的那个缘 缘由 就是我前一集讲那个毛泽东 最后的温柔的原因 要把党内同志同中也要弄死的原因 因为好人 那蒋中正真的是有办法 他只要把他可以把你这个国家的国事级的孝子贤孙 全部给你 裹光光 你不走的 他也会派那种 那种 那种盖世太保 总统军统把你弄掉 他看你他就他就有办法 这是票啊 我不要讲太清楚 但是他结婚真的就有办法 像放瓷竖鸡一样 你几乎一个都跑不掉 一个 真的是一个都跑不掉 你不走他会把你弄死 那剩下的一些什么 类似像以前那种 什么川军的那种 邓锡侯啊 潘文华 那种土匪籍的 他就不管了 你要不要走 你不走他就不管 你要把他不在乎 他里面但是你那种国事级的 你是跑不掉的 他就是一个不留给你毛泽东 所以 当时一裹鞋 你不要以为他裹鞋那些人 没什么了不得 那基本就是你当时 当时中国的 骨干核心的 国家的国事 孝子先生 当国家的国事孝子先生 一被抽走 相反的 阴暗面的那些人 机会就来了 还看到 太好了 所以他们就会支持革命 就会我讲过 从小人物的 那个 倪匡的人物传记 我之前为什么要讲 就是你从看他的背景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排在后面的 乱世 有能力哦 那 在毛泽东身边的是 已经排上队的 他们凋零就是类似 泥匡那一种的人 会补进来 所以等于是源源不绝 因为你核心骨干被抽走了 抽走了 所以那是毛 为什么 我讲过他 之前我看毛泽东传记 我是气得要 我是觉得真的那么糟糕啊 真的是 怎么会这么坏 你的 我不是讲上山打游击的事吗 还要讲那些批斗的 你都已经坐在那位置上 后来发现不是 真实有另外一个 一个背景性景象的 你只要看我那个四象征就知道了 回去找那四象征就知道了 他哪怕那些 叫得上名字的 刘少奇啦 彭德怀 贺隆 林彪 这一些全部 有些是对国家有大功的 都是乱世 一点不用怀疑 那 他一直在心里一直心心念念的 其实毛心心念念是想要的是 那他 他懂中国历史 他真懂 他想要的就是那个 被蒋介石裹掉的那一批人 所以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张志忠跑过来 搞那个什么 那个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但是他这一批是萧小 哈哈哈哈 他还是给他 当八大民族党派之一 哈 就是原因就这个 他想要说你们会 还有没有什么好货在里面 结果一个都没有 哈哈哈哈 好货他不会给他跑的 你放心 毛泽东 蒋介石他不会让他 不会让他跑的 全部过到台湾去 不把你烧 然后过来就一个个给你糟蹋掉 利用完糟蹋 利用完糟蹋 好东西给他这样糟蹋 好人给他这样糟蹋掉 所以等这个结束之后 我再 再写这个中华苹果史 我就会列上去 真正核心游戏是这个 那个 毛一直想的 其实那一片 但是他嘴巴绝对不可能讲了嘛 说我想要用国民党反动派 这怎么可能 给他心里知道啊 你看这些都已经排 排长大排长龙 要挤进党内那个 一路排到类似泥筐那一辈的人 那他开始要一个个弄 所以我前面讲过他乱是怎么回事 很有能力 但是他会抛你的根基 对不对 他可以 需要的时候取暖的时候 把你桥都拆掉了 然后 还会养狼狗 对不对 他是最经典的 他是最典型的 最典型的 但是你要他拿出本事的时候 他拿得出来 能文能武啊 什么都行啊 研究科学都行啊 通通都行啊 但是就有就有问题啊 像 中国有三大战神 我举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中国五点 还有三大很会打仗的三大战神 白起韩信跟岳飞 其中两个就是乱世 另外一个是孝子贤孙 你知道是谁了 前面两个都是乱世 只有岳飞是忠肝义胆孝子贤孙 是受教的 前面两个是 就是乱世 所以你就清楚了 这是他可以把你的根基抛到什么程度 毛自己亲自遇到了 一直上一直引诱你用套你的画 到最后让你把文字都改掉 变成拼音画 他数量实在太多了 温的舞的通通都有 所以是不是到最后他 来一个最后的温柔 全部去死吗 我后来才看懂 才看懂 啊 所以我在黄大无尽第三步的时候 就会补这一段 补这一段 对他 知道情况复杂 以前好像 大陆有一个讲 讲春秋的 那个戏剧有演 贱民众二逃杀三世 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最后的温柔了 毛泽东的原型 从那个故事引过来 他的那个大批斗 只是他的规模大 死很多人而已 因为那个排队 国事无双 还有孝子先生 通通被搬走了 光光了 他就有办法锁定 一个都不留 不走的就把你做个掉 那一个都不留 那剩下的当然就是都排队 进他的那个党内 进共产党党内 那他的那个大陆那个 他的原型应该就是 想到那一幕 二逃杀三世 就是 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 那个戏剧他有演 就是燕音 你可以自己去查 燕瓶中二逃杀三世 我认为历史原型 应该不是那么戏剧化 应该是拿 拿武器 叫一堆武士包围 让他们自尽 让他们自尽 逼他们死 当然那后来有 也有人说问说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 让他们都是对国家有功的人 你为什么用这种方法 那燕瓶中就讲了 他们这都是那种乱事 等到他们 准备要反的时候 准备要做乱的时候 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一切就来不及了 一切来不及了 所以才会 才会有最后温柔这个玩意儿 当然 除非历史是必要 不然的话 也不会去动手去除那些人了 因为那个乱事 他也是要有那个机会 这些乱事才会集合在一起 才会有成气候 不成气候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他反而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这个 就是 所以当 从这一角度再回过头来看 你国民党最后的乌龟哀鸣 黄伟汉 所以你们看看 历史的时候 你不要只看大人物的一个 决策 他的记录 你要在同大人物的同时 你要看看同一时期的小人物 在他底下的时候 发生哪一些故事 不同的 就有点像抽样 抽样做一个 那才准 那 那才能够还原他的整体原型 光只有大人物呢 你常常会误判 你会搞错 甚至搞错到好人跟坏人 你会 你会看不清楚 那就看看结果吧 我认为这一次 是军演 他现在军演已经不走了吗 军演的就是常态化 那可能就是常态化到某一天 就 另一个新常态就是登 登上岛了 你现在已经没有海空 治海治空了 那现在就是上来的